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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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今天要跟大家來聊新年雙黑金 我認為可以上修的地方 那麼稍早全新的GNN情報也釋出了 其中關於新年黑金的所有技能 都跟昨天直播上面看到的一樣 所以暫且官方還沒有要上修的意思 但是如果官方想要上修的話 或許可以參考我們這部影片 提出一些對於新黑金玩起來比較沒有那麼舒服的地方進行上修喔 那如果說大家覺得新黑金有什麼地方需要上修的 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提出你的看法 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內容吧! 那麼這次新年黑金一口氣出了兩張 不過就實戰的結果而言 這兩張卡片當作隊長的能力都是相當普通 所以就給人家有一種錯覺 你是不是把原本該要設計在同一張卡片身上的強度 分散到了兩張不同的黑金身上 並且還變成了410的這種設計 所以就讓人家覺得說 我幹嘛要花410去抽兩張都很普通的黑金 那這樣就變成非常尷尬的一個設計了 並且之前年度黑金都是相當有特色的一個玩法 到今年都適逢10周年了 居然出了兩張都沒有什麼特別特色的玩法 就讓人家覺得相當尷尬喔 所以我會覺得這一次整體體驗起來感覺就很像是 閹割版本的兩張黑金 不過這次新年雙黑金 它主打的玩法其實都是之前卡片有的玩法 現在我們以磨滅這張黑金來看 它主打的就是攻擊力基值會加到隊長身上 那這不就是縫魔石王的隊伍技能嗎? 所以這個黑金的最大特色居然跟之前的卡片玩法都差不多 完全沒有什麼創新喔 更甚至是另外一張神創 它主要的玩法就是可以一直瘋狂的天降 那這個天降的感覺是不是跟項羽主閘色的那個天降差不多啊 所以這次的新年雙黑金 兩個都沒有全新的創新玩法喔 這讓大家覺得是相當可惜 畢竟你都主打10周年了 都沒有一個新的特色玩法 有愧對於新年黑金的感覺喔 那麼這次新年黑金在隊長技能設計方面 我覺得誠意沒有到很夠 首先它的隊長技能雖然號稱是全牛跑 但是它隊伍中要帶上神級魔才能夠觸發最大倍率 那如果我今天要主全神或全魔去解成就的話 我居然還算是被懲罰的這樣的倍率 這玩起來就不是很舒服 更甚至我們神跟魔才能夠吃到最大額外的隊長技能增傷倍率 哇我都會一個10周年黑金了 我居然當隊長還要綁手綁腳 只有某些種族才能夠吃到最大倍率 這個不是10周年過年黑金應該有的高度跟規格吧 應該要更放寬限制 是一個真正的全牛棚隊長 我覺得才真正對得起10周年黑金的這個地位 再來這個問題我覺得也是蠻大的 都叫做10周年黑金了 可以做成武裝龍科這個大家可以理解 但是你武裝龍科當隊長能力怎麼這麼爛啊 他這個隊長能力居然還要限定某些種族才能夠延遲行動 哇那我還不如去用九風王龍科咧 全體敵人之間無限制的延遲行動 你這個黑金龍科居然比一個免費的九風王龍科還爛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也敢叫10周年黑金武裝龍科喔 出這種只有限定某一些種族敵人才能夠延遲行動的能力 好像是在嘲諷玩家的智商耶 接著要講的是磨滅這張卡片及EP的能力喔 他這邊寫說總共要消除八組符石才能夠集最多兩EP 不過偏偏磨滅這張卡片作為隊長的隊伍技能 是會依照你的起手足露出一大頭的珠子 那這樣就會直接破壞版面 導致你有可能沒辦法消除八組符石 那這個隊伍技能跟集EP的方式互相撞車 就讓這個磨滅及EP 讓他自己作為隊長就不是這麼舒服喔 所以這個在設計上面有一點小瑕疵 我覺得是可以改進的 那麼接下來也是有關於磨滅的隊伍技能 在這邊有寫到 磨滅他發動直動技能 所受傷害不會使你死亡 這個指的是抑制類型的擋死喔 那這種通常都無法擋下無視減傷的敵方攻擊 所以這個擋死能力並不是最高級的 那磨滅他本身的隊伍血量超級少 只有十幾萬喔 那都做這麼少了 我不懂為什麼他這個隊伍技能的擋死不做到最高級 最高級那種什麼吸收啦那種類型的喔 因為畢竟那個安妮亞作為隊長 他的隊伍技能就可以直接 密死掉敵方的攻擊 那這樣才是最高級 才是最有效益的擋死能力啊 那你都作為十週年黑金了 你一個擋死能力都做得比一個蘿莉 安妮亞還爛 那這個還好意思叫十週年黑金喔 那麼今天是神創這張卡片 其實也擁有致命傷 如果沒有辦法天降 他的傷害就出不來 這邊我們仔細看他的隊伍技能 如果你消除符石 左左翅右就會有一個天降 那所有的傷害基本上都是依照這個天降來增傷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一旦沒有辦法天降 他的傷害就真的會低上很多 所以遇到結界的地形傷卡片就會變得非常辛苦 那我就不懂啦 你都是十週年黑金了 怎麼會不如一個年底黑金思路玉呢 思路玉一樣是需要天降的隊長 但是人家好歹遇到結界的地形有增傷啊 那你遇到結界的地形 你完全沒有任何隊伍技能來直接無視掉這個結界的地形 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欸這個都是新年黑金了 怎麼會不如一個年底黑金啊 更甚至你還號稱擅長結界 那你怎麼會沒有辦法解決結界地形呢 這個有備於你自己的故事設定吧 最後必須抱怨的是 這次新年雙黑金都沒有特殊回血的機制 以往什麼過年黑金啦 比如說用吃油粒粒石喔 他們可以透過不是消豬的豬子 來去有一個特殊機制來回血 但這個是十週年新年黑金欸 我們隊伍技能居然只有全部服飾兼具所有服飾效果 完全沒有額外的特殊回血機制 這也太對不起過年黑金的這個稱號了吧 所以這一次的新年黑金呢 只能說各個方面真的都有待加強啦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我認為新的雙黑金可以上修的地方 那身為一個玩了快十年的老玩家 真的很希望這個代表十週年的黑金可以做得更有樣子 而不是做得像現在這樣子似不像 強度要上不下的真的是相當尷尬吧 所以懇請官方認真的審視玩家真正的心聲 那大家如果說對於新的黑金有什麼需要上去的地方 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下你的看法讓官方看看 但是我們可以反過來來想 如果最後真的官方沒有要進行上修 其實說不定也是一件好事 這樣我們就可以省石頭了 因為畢竟接下來很快就要有合作了 那我們省石頭再抽接下來的合作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吧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你還喜歡這種全字幕的金字影片 別忘了可以影片按個喜歡 讓我們更有動力製作類似的影片給大家 也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買下的再充40萬的訂閱 最後我辦IG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IG的朋友 可以在IG上面搜尋 REDKAID-IG幫我追蹤一下 謝謝各位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